我們剛剛說歐洲戰斗的看著川普時代來臨 其實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特別引用了Foreign Affairs的期刊 也談到說亞洲的盟國也是如此 但是更多的經濟學家 更戰斗的看著川普即將當選 因為川普本身提出來的觀念就是 No free trade There's no free trade 就是再也沒有自由貿易 這跟全球化不一樣 很多人覺得說再也沒有全球化 會有全球化 可是你進美國 你要交關稅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 整個川普在進學裡頭 最重要的牛肉 大家說他沒有牛肉 我替川普講話 他有今天講 如果當選 全球克正關稅 他沒有強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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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在前面的那一段话的时候 我做的事情监管中国 然后就是只关税这件事情 可是他很聪明地不把他讲得那么清楚 他就是很奇怪 他很聪明 就是他明明就讲关税 然后他就说这个拜登就跟着我 他就不把关税讲清楚 但是呢其实外界早就报道 他已经内定他的财政部长 是谁呢 就是上次他当总统的时候的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Robert Lighthizer Robert Lighthizer呢 2023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说 他就讲说 Free trades is no free 一点都不free 意思是说他使美国完全被掏空了 他完全反对自由贸易 他认为他是脑袋最清楚的人 那么什么叫做no free trade呢 就是回到雷根时期 就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评论 也就是所有进美国的产品 全部都要课征关税 全部都要课征关税 所以有16名的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特别出来连署反对川普的经济政策 就是说一旦你这个政策一实施的结果 你让所有的关税全部都课征 美国一定通货膨胀 全世界经济通通都停滞 但是川普说 你应该忍受这件事情 因为1980年时候雷根就是这么干的 他的确是有通货膨胀 但是他的确解决了美国 部分的问题让美国经济复苏 尤其是可以降低美国的国债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Robert Lighthizer所有的主张 还有这个人跟你 跟台湾人跟台商 跟台湾常常采的岛光光 跟台湾街的皮肤差距 关系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家伙 无论2024美总统大选 你是川普还是拜登的支持者 最新一期外交政策期刊表示 你不能不认识这个人 这位2017帮助川普翻转全球贸易 已被视为川普重返白宫后 接任财政部长的博尔人选 他是前美国首席贸易代表 莱特海泽 我感谢被请的总统帮他 在这很重要的问题 的关系中的关系 我更加相信 当我父亲们 在这里 跟他们的父亲们 他们会说 总统帮助川普 绝对危险的危险 美国贸易 挤了美国首席 让我们的荷养 和工人 更快 许多人是从2017年5月15号 莱特海泽宣誓就职 才开始认识他 这位美国对中贸易 鹰派路线的舵手 但在川普眼中 他是先知 是天才 是美国愚蠢的 全球自由贸易政策 40多年来 唯一脑袋清楚的人 这位出色的国际法律师 毕生专研国际贸易 亲眼见证 美国1976年开始 出现贸易赤字 1980年代 雷根总统任命 年方30出头的莱特海泽 为美贸易副代表 奉行全球贸易的修正主义 目标对准当时 对美贸易大量入侵的日本 雷根总统第二任期 除了货币战之外 还对日本施加配额制 阻止日本钢铁进口美国 并对日本摩托车电子产品 半导体课征惩罚性关税 尤其联手欧洲五大工业国 与纽约签署广场协议 大举贬值美元 将日元一举在两年内 升值50% 从此开始日本的泡沫经济 及30年的经济停滞 莱特海泽的目的是 逼迫日本汽车制造业等赴美设厂 还一手修订了美国至今 最具代表性的贸易报复措施 301条款 莱特海泽也是台湾不能不认识的人 他与台湾近代经济 政治息息相关 1987年 他代表美国 以301报复法案 和时任国贸局长肖万常谈判 以台湾清销 违反301报复法案为由 逼迫台币在短短两年内 升值近33% 美元兑台币 从1比37升值到1比25 导致台湾传统产业外移 工厂纷纷关门倒闭 本地劳工失去工作 这也使台湾从此走上 财富仅集中于台北和新竹 中南部一片萧条的时代 如今 这位改变上世纪80年代 日本台湾 2017冲出江湖 再打全球贸易战的关键人物 正准备在川普重返白宫后 成为美国全球化 走回关税壁垒的第一破坏者 他才是Maga的第一个炮手 贸易主张远比川普早了30年 生于二战结束后不久 1947年 莱特海泽目睹钢铁业曾经是美国制造业支柱 是如何走向隐落 曾经世界上最大的美国钢铁公司 如今排名全球第27名 尽管美国在资讯科技 生物科技 AI产业均呈现爆炸性增长 且遥遥领先 钢铁业已是昨日黄花 但莱特海泽认为 从美国钢铁业衰退中学到的经验教训是 美国贸易伙伴的掠夺性行为 包括补贴生产 及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 最终都将窃取了美国的优势 及当地人的就业机会 面对在他眼中亚洲 尤其中国的崛起 当下的美国制造业 不断地被掏空 他选择带领美国 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而当年的日本 仅是牛刀小事 如今全球化的逆转 才是大功臣 尤其面对的是 人力丰沛的中国印度 及不断扶植补贴产业的 各国政策 莱特海泽眼中的关键指标 是传统经济学家 鲜少特别琢磨的贸易赤字 他认为赤字代表 美国财富的衰退 也是美国财富 直接移转到竞争对手的 具体指标 美国必须透过政府 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纠正 他最喜欢 也是白宫 最能明确掌握的工具 就是关税 这部分 即使是川普落选 美国在拜登领导下 依然受到其继任者 待其沿用 看看拜登 2024年4月 前往宾州 北美最大工会 钢铁工人联合会总部时 即宣布计划 大幅调高 对中国钢铝进口关税 从7.5% 拉高至25% 这部分几乎都是川普任内 在莱特海泽敦促下 首次开征 而拜登自以为的大动作 看在莱特海泽眼里 根本不够 中国钢铁工人 没有必须担心 因为中国政府 他们这么厉害 他们不是竞争 他们在乱动 我美国财政组 在中国政府 对钢铁和钢铁 如果这个钢铁 这本书被视为 他对过去数十年 全球贸易自由化的 最严厉批判 及未来的市政宝典 他回顾立任美国总统 不分共和民主两党 从罗斯福 杜鲁门 艾森豪 尼克森 克林顿 到欧巴马都深信 透过谈判 减少全球贸易壁垒 将使美国和世界 变得更富裕安全 但他们忽略了 各种复杂因素 包括美国的体制 与亚洲经济体 政府角色的差异 工会的抗争罢工 终而导致了 美国制造业的陨落 并伤害了美国工人阶级 他主张 重新把美国国内制造业 置于优先地位 不再把贸易协议 视为优先事项 扔掉WTO世贸组织 持续与中国脱钩 他的主张在美国国会 受到民主共和两党的 以致支持 华尔街日报分析 莱特海泽正在重塑 全球贸易 他不只要惩罚不公平贸易 还雄心壮志地 想彻底消除 美国50年来的贸易逆差 他的观点 历经数十年 现在已成为 美国的主流思想 就连先前反对 他的经济学家 也不得不承认 过度开放的全球化 造成了美国制造业 及基础经济的萎缩 尤其带来了 附加的社会成本 包括失去工厂工作的社区 越来越多人绝望而死 他也认为 美国在经济和军事安全 至关重要的产品 实在太过依赖中国 身为川普总统的 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莱特海泽让美国丢掉了 多年来主张的多边贸易体系 尤其是WTO或TPP 转而改走强有力的 民族主义方针 诸如强化双边贸易协议的FTA 外交政策期刊分析 一旦川普冲返白宫 内定财政部长的位子 权力绝对比贸易代表还要大 届时 他不仅将改变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也就是美国的贸易政策 还将更广泛地扭转国际经贸方向 另一个让人震撼的消息是 这位被视为川普重新上台后 将重塑全球贸易的老神童 第一放手 让强势美元贬值 以促进美国出口 并实质降低美国国债 知名政治网站Politico分析 这可能将加剧美国通货膨胀 进一步威胁美元 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公信力 同时在外交事务上 削弱美国对伊朗和俄罗斯等对手 经济制裁的力道 最终引爆全球通膨 货币战和贸易战 但莱特海则认为 尽管通胀难以避免 整体效果仍将如同雷根政府 1985年达成的广场协议 对美国绝对是力大于弊 莱特海则说自己的想法很简单 他一点也不担心 美国能否继续作为一股世界经济的稳定力量 他只专注追求美国人民的经济利益 外界预期 他在川普重返白宫后 应该会接棒叶伦成为财政部长 拥有更多工具完成这项使命 但届时受冲击的 恐怕将不只是他眼中美国的最大敌人中国 美国昔日的贸易伙伴最亲密盟友 都已直接间接的收到警告 美国贸易政策中最激进的经济民族主义 并非只是某个产业的昙花一现 而是颠覆式的 无论如何莱特海则的见解 将在未来长期影响美国的经贸政策 不管哪个政法执政 Robert Lutheiser看了起来 如果川普一当选 他的最重要的主张就是 10%全世界都要课征 每个货品都要课征10%的关税 那中国是60% 这是川普最新的说法 我们进入第二个小时 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进入第二个小时 我们进入第二个小时 现在的高色